嗨,大家好,我是科幻迷蹦马,今天和大家一起回顾几部怪兽电影。 这些电影中的怪兽并非是像哥斯拉、金刚一样庞大魁梧,也不像异形一样迅猛迷竭。 它们平时要么折腹在地下,要么悄悄游走,就准备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破头而出,它们就是弟弟怪兽。 异形魔怪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,它是系列电影一共有7部,前两部的口碑最好。 电影开始于一座小镇,最近原本平静的镇子突然发生了许多诡异事件,家畜莫名失踪,还有人无故死亡。 一次修路施工,镇民们终于发现,这一切的怪事都起源于一个地下怪兽,Grabboid。 这种怪兽形似如虫,平时折腹在地底,听到动静才会发起袭击,而整部电影便围绕着人类和这个怪兽的对抗所展开。 和大多数怪兽电影一样,这部电影的剧情线非常简单,人和怪兽对抗的有来有回,氛围也是轻松回鲜。 遗憾的是呢,作为上世纪的电影,特效和现在肯定是没法比的,但该系列对于怪兽的设定却非常完整,值得一提。 在第一步时,这个怪兽还只是一条地下大胖虫,它因为常年待在地底,所以没有眼睛,但是它的听力非常发达,舌头呢也特别长,会对人类展开出其不意的袭击。 好在这个时期的它还无法爬高,有智力,但是智力一般,主角们待在岩石上就能躲过它的攻击。 第二步时,怪物进化成了两角兽,它依然没有眼睛,但可以通过热感应来发现敌人。 最重要的是呢,它只要吃够了食物,就能无性繁殖,从嘴里吐出紫色。 第三步中,两角怪兽进化出了飞行技能,它的尾巴可以喷火,借此可以一飞冲天,不过它捕捉敌人的方式没变,还是依靠热感应。 另外在这个时期,怪兽吃东西已经不会繁殖,只会陷入昏迷,它们的繁殖方式从呕吐变成了下蛋,而这个蛋孵化出来的,就是第一步中大胖虫的幼虫,至此整个怪兽的成长路线算是连上了。 如果喜欢这种地下怪兽类型的电影,我推荐《异形魔怪》系列,尤其是第一步,它的剧情简单好玩,怪兽形象也最为经典。 说起来呢,大家有没有发现,很多有关弟弟怪兽的作品当中的怪兽形象都是这种大虫子呢? 就比如《黑人》第二部中的《地铁吞噬者》杰夫,他也是一个又大又长又胖虎,嘴里还长满尖牙的大虫子。 而这些弟弟怪兽的形象呢,很可能是受到了一个传说的影响,那就是蒙古死亡如虫。 传说在蒙古戈壁滩上,有一种能带来死亡的红色巨虫。 这样的恐怖传说为人们开拓了不少的脑洞,也真的有导演把《蒙古死亡如虫》拍成电影,该片于2010年上映。 在这部电影中,有一个石油公司在钻井时,不小心惊动了地底下的蠕虫怪,导致地表瘟疫蔓延,为这名带来灭顶之灾。 其实这部电影口碑平平,因为特效跟不上,逻辑bug也太多,并没能展现出怪兽从地底破土而出的惊险刺激。 不过,电影中的情节的确和《蒙古死亡如虫》这一传说挂钩,我们接下来就对比着电影,来讲一下这个流传千年的《死亡如虫》传说。 在电影中,男主受雇于一家公司,为他们寻找成吉思汗的宝藏,由此才遭遇了蠕虫。 而在传说中呢,《蒙古死亡如虫》正是成吉思汗木的守护者,找到了它们就意味着能找到财宝。 在看电影中的虫子形象,它形似阔余,整个人要不得,整条虫比较肥硕,颜色呈褐色,舌头就像蛇一样长。 而在传说中,《蒙古死亡如虫》身长1.5米左右,通体红色,没有头和腿,长得像牛肠。 所以这么比较起来,电影中的虫子的确是胖了一点,也高大了不少。 不过在能力上,电影中的虫子就弱得多了,它主要靠舌头来捕捉猎物。 但是在传说中,《蒙古死亡如虫》的口中,刻实会喷射出高腐蚀性剧毒液体,而且它的眼睛还能发出强电流,轻而易举就能取得猎物性命。 对于这个折服在戈壁滩上的死亡之虫,蒙古很多牧民都声称亲眼见过它,但直到现在也没有与之相关的影像资料,所以它究竟是传说故事还是确有其虫呢?咱们也无法得知。 说完这一传说,最后再给大家单独介绍一个地底怪兽,那就是沙丘中的沙虫。 其实如果从外形来归类的话,沙虫和蒙古死亡如虫也很类似,而我之所以要单独来介绍它呢,是因为它在沙丘中有着非常完整的设定。 今年10月,科幻迷期待已久的沙丘终于上映,它改编自同名科幻剧作,导演则是叙事能力超强的丹尼斯·韦伦纽瓦。 沙丘原著的作者是科幻大师弗兰克·赫伯特,这本书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,获得了星云、余果两项大奖。 同时,它也影响了诸如《星球大战》、《权力的游戏》等一系列作品,是科幻史上的里程碑制作。 《沙丘》系列小说一共有6部,字数超过170万字,如此长篇巨著必然有一个宏大的世界观。 作者花费大量笔墨去刻画这个世界,刻画它独到的生态文明、权力系统、宗教文化、人文风俗。 哪怕是偏僻星球上的巨型怪虫,也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有着自己独到的作用,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沙虫。 在电影中,《沙虫神区庞大》一嘴尖牙,但它存在的价值并非仅是吓唬观众。 在《沙丘》世界,它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,因为它和宇宙里某个不可或缺的资源挂钩,那就是香料。 在那个时代,人类因为一场人机大战,放弃了科技发展,转而去追求精神力。 而香料就是能够帮助人类提升精神力的东西,具体表现是严宁易兽,放大感官直觉,甚至能让人与知味来等等。 如此重要的东西自然会引来各方势力抢夺,而这个人人觊觎的宝物,产地就是俄拉克斯星球。 它是一个沙漠行星,严重缺水,香料就混在这的沙子里,就是这个亮金钱的东西。 而沙虫则是香料生产中的一环,当沙虫还是幼虫时,体内会产生香料的半成品,这些半成品经过日照就会变成香料。 值得一提的是,沙虫的幼虫阶段其实是需要吸收大量水分的,但它一旦长成为成虫,水反而成为了它们的致命弱点。 沙拉克斯星球上最大的沙虫超过400米,嘴里长着密密麻麻的尖牙。 平日里,沙虫折服在沙漠底下,一旦听到地表有规律的震动响起,它们就会展开袭击。 对于外来星球的人而言,神出鬼没的沙虫就是噩梦,但本地原住民早已有了应对办法,那就是练出一种节奏独特的步伐来躲避沙虫。 不仅如此呢,一些当地人还能驯化沙虫为其所用,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,在沃拉克斯星球上,沙虫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这种地底大虫子的故事想要分享,欢迎在评论区交流一下。 欢迎关注CoreFans,咱们下期再见。